回到活动前朝 持续带你来关注 今天在工商时报的财经头版 是聚焦在台积电 真的要提前吃苹果了 其实苹果从前年的下半年 开始去三星化之够 有关台积电接到 苹果应用处理器代工订单的 消息已经传了足足一整年了 但始终都处于指纹楼梯响的阶段 就在法人圈一片看虽 台积电第四季营运表现之际 昨天开幕的台湾半导体展 却传出台积电 已经夺下苹果20奈米A7系列 应用处理器订单的好消息 设备业者就透露 台积电第一季就已经开始 为苹果进行测试试产 第二季下旬的时候 已经完成了20奈米晶片设计定案 也获得苹果的认证通过了 苹果是一直等到8月中旬 新品发表会之前 才开始通知台积电可以投片了 不过台积电对于相关的消息 是低调的不予回应 苹果在前年下半年开始去三星化之后 有关台积电接获苹果应用处理器 代工订单的消息 已经传了一年的时间 随着半导体产登场 有关苹果20奈米A7系列处理器 已经在台积电投片量产的消息 在设备业者之间传了开来 设备业者透露 台积电在第一季就已经开始 为苹果进行试产 第二季下旬时完成20奈米晶片设计定案 并且获得苹果的认证通过 苹果一直等到8月份中旬左右 才通知台积电可以开始投片 目前台积电已经在逐科12寸厂投片 第四季就可以在南科12寸厂 以20奈米量产苹果的A7处理器 根据了解A7系列处理器 将会应用在iPhone 5S iPad mini 2 iPad 5等新产品 初期的投片量每个月大约1万片左右 但是第四季量产之后 投片量开始拉升 明年第一季月投片量接近4万片 我能够回答的 我相信明年第二季会是一个相当强的味道 capacity之前 我们在建capacity之前 我们是对这个demand非常有把握 随着苹果20奈米A7系列应用处理器 开始在台积电放量投片 台积电大联盟成员也全体总动员 跟着台积电进入全面备战的状态 包括提供迁入式非挥发性 机体细致材的力望 无尘式以及厂物设备厂焊塘 电子树检测设备厂焊维科 光照以及晶圆传送盒厂加灯 钻石碟以及再生晶圆厂中砂 材料以及可靠性检测厂红康等 后段封测订单 可望用台积电以及日光分时 晶片尺寸附金基板订单 由日本伊斐店以及收拿下 美林证券亚太区科技产业研究部主管 何浩明指出 台积电社会通讯产品需求强劲 预期今年台积电通讯产品的营收 将年增32% 未来营运展望加 瑞银证券预估台积电2014年资本支出 将年增20%达到120亿美元 并且超越英特尔 东产新闻综合报道 优优独合案